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好 唐素瑜的 怎麼開車的 到一邊去 我不跟女人談事情 你個章魚燒 你敢用這種口氣 跟我們家小姐講話 你亂差點抓到他 我不想把時間浪費在你們身上 你說什麼 你才來我地盤站敢這樣跟我講話 小子吵架我 殺 瑜伽不乏 看來以多七少 是你們這群黑幫的本事 嗯 這位兄弟 我們五爺可是傳說中 連王皇族的後代 你們有聽過我們家五爺嗎 我們家五爺可是超級黑社會的一份子 你怎麼會這樣 你怎麼會這樣 鬥逼 什麼超級黑社會 五爺從來就不是什麼黑社會 只是朋友讀 一家只是第十三階的地主而已 你們兩個自己人還搞不清楚狀況 你們兩個拜訪啦 對不起中哥 我沒時間也沒興趣 替你們談家主事 讓開 我們單挑 奇怪 總覺得那張臉好像在哪裡看過 怕 怕的話 從我胯下過去 我就放過你 對了 就是他 代表東上跟藍地鬥牛 TRIO的心頭頭 沈若鶴 我依勝雪這輩子做錯的第一件事 就是不該在沈若鶴面前凌空翻轉 跟他嗆響 要不然我也不會在這個過程中 對上他的眼睛 這個四眼相對 揭開了我跟沈若鶴的恩怨情仇 注定我未來必須上演 校園禁忌師身秀 變成全民公敵 猶皆勢眾 寒窗古毒玄良刺骨 甚至在他面前演出三點 全露無馬雞行秀的悲慘命運 但是千金難買早知道 拿去 別擋我的路 一個章魚燒 不想拿去押我 等一下 放沈若鶴走 沈若鶴 你說代表東上跟蘭蒂對決那個沈若鶴 你怎麼知道我的名字 今年蘭蒂也換頭頭 叫做坦克 身網很高 我警告你喔 今天給我好好的打 不准輸球 我替東上求到了一個籤王 就是上上上籤 你要是敢輸球的話 我讓你死到慘處無怨唷 知道嗎 你可以走了 又是一個笨蛋逗牛迷 沈若鶴 你最好給我贏 不然我們走著瞧 什麼啊 不要讓我失望了 因為我在東上 什麼 我對東上 我對東上 有很特殊的感情